玉璃镇热闹地段 靠近圆环的十字路口 12月7号下午 突然亮起了红绿灯 原本这里的号制灯 只有闪黄灯 这天突然亮起了红灯 不知道的民众都闯了红灯 玉璃镇热闹地段 靠近圆环的十字路口 12月7号下午 突然亮起红绿灯 原本这里的号制灯 只有闪黄灯 这天突然亮起了红绿灯 不知道的民众都闯了红灯 不过玉璃分局表示 这是由县政府政公所 分局共同协调要重新使用 目前因为是刚刚号制灯 才亮起 会先宣导一个礼拜 让民众都知道 这条十字路口会亮起红绿灯 分局也提醒民众 不管这条路口有没有号制灯 十字路口都应该要放慢车速 比较安全 这就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